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析的工作 到后来呢 cvpr 015 上的 activity night 数据集 利用网上比如说电影 youtube 里的视频进行采集 得到一些多人场景更加真实的一些画面进行视频分析和理解 再到2020年的cvpr清华提出的这个panda数据集 他利用的是监控场景的视频进行真实场景下的视频拍摄 面向更大范围的人群场景 实现了这个大场景多对象更加复杂关系的一个视频的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以人为中心的视频分析的一个发展趋势 目标感知一个是这个行为理解 在目标感知方面 我这里主要说的是这个行人的这个检测和跟踪 一个非常经典的任务就是MOT任务 他采用了一个单视角的视频 对场景中出现的人进行检测和一个时序上的关联和跟踪 近年来呢也有一些任务或者说数据集的提出 比如说这个Duke MCT 他呢利用多个视角多个相机进行视频采集 可以得到一个更大范围更多观测角度的这么一个目标感知的一个视频 然后对于这个行为理解呢 也从之前比如说UCF101里面 针对一些给定的单一的一个动作 然后呢我们发现在真实的场景下 如果能对一个多人场景实现更多力度 更复杂关系的一个行为分析呢 也是非常必要的 但是目前来看 对于这个视频分析任务 其实还大多数针对这个单视角单任务 对于这个多视角的视频分析 或说这个多力度的行为理解呢 研究还是比较少的 为此呢 我们针对上述情况展开了一些工作吧 我们对这个以人为中心的视频理解 然后重点关注的是多人场景 然后的对于目标感知和行为分析呢 我们希望得到一个全景的目标感知和一个多力度的行为分析 具体我今天汇报主要包括这个三个工作吧 第一个是互补视角视频协同分析 第二个是互补视角多目标关联和跟踪 第三个是全景行为识别 首先来看第一个工作 是我们发表在今年CVPR上的一个工作 叫做互补视角相机的关联 然后相机的定位和这个目标的关联 我们这个工作的出发点呢 是我们发现对于近年来非常这个流行的吧 比如说无人机视角拍摄的一些 那个高空的鸟看视角的一些图片或视频 它可以获得对于一个多人场景的一个全局 大范围的一个感知情况 它可以得到这个场景的一个Global picture 然后另一方面呢 近年来新兴的一些移动穿戴相机 比如说这个GoPro比如说手机 它可以去抵近的观察目标 得到一个目标的局部细节的一个观察观测 然后呢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两个相机拍摄的图片 或者视频进行协同分析的话 那么他们将是对彼此之间是有一个互补属性的 因此呢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问题 叫做如何连接这个上述两位这个互补视角的视频 那次呢我们提出了三个具体的任务 可以看到铁这个图 我们第一个任务呢是希望在这个无人机 这个高空拍摄的这个topview下去定位啊 这个第一视角穿戴相机这个测试相机的一个位置 在第二个任务是要把这个测试相机的这个观察方向 也在顶时视角进行一个估计 第三个呢是要实现跨视角的多目标的这个关联和匹配的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 首先呢我们的这个相机都是移动相机 它是没有传统的相机标定的 第二我们提出的这个互补视角 它的顶时视角和侧视角呢 具有非常巨大的视角差异 接近垂直90度 所以相对它的overlap特征是比较少的 这就导致呢第三个困难就是这个对于目标来说 它的外观特征和它的运动细节特征都很难去使用 对于跨视角目标关联任务来看 这是计算机视角对于匹配的非常常用的两大经典特征 但是在我们的场景下呢 并不止十分有效 为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特征表示的方法 叫做目标空间分布特征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方法流程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首先呢 我们对于两个图像呢 进行目标的检测定位 然后利用一个现有的detection算法 得到的它的一个检测的HitMap 就是顶时视角下得到的是一个FT 这个测试视角下得到的是一个FS 这个是比较基础的一个方法 接下来呢 我们一个核心思想是对顶时视角进行一个极坐标的展开 具体来看呢 就是我们可以假设一个测试视角的观察位置 然后呢 才给定它一个初始的一个方向 比如说就是数值向下的方向 然后呢 模拟这个顶时视角下环视一周的一个情形 也就是在这个位置下的一个人环视一周 他得到的这个观测图像呢 就是对这个顶时视角的这个HitMap FFT呢 进行一个展开 得到一个FTTierda 就是这个Map 然后呢 对于这个平时 也就是这个测试视角来看呢 它的一个观测呢 就是直接得到一个HitMap 然后呢 我们如何来去比对或者去匹配呢 这三个Map呢 就是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测试视角下这个FS的每一条 数线呢 就是它对于某一个特定观察方向看到的一些场景 在FT呢 也就是刚才说的一个观测方向 也就是一条射线 而这每一条射线呢 到FTTierda呢 也变成了一条数值的这个观测方向的一条线 所以呢 FS和FTTierda呢 它的那个数值方向的一个线 或者说这个目标的分布呢 是可以直接匹配的 然后对于水平方向来说 FS的水平方向的分布呢 可以对应到FT里 就是一个以刚才的那个展开圆点为圆心的这么一个同心圆 就是它的这个同心圆去对应 FS的每一个横向的一个观察 而FT里面的同心圆呢 到FTTierda里呢 就是展开为一条水平的这个横线 水平方向的一个观察 所以说呢 FS和FTTierda的这个水平方向的这个目标的分布呢 也是可以比较上的 基于这个思想呢 就是我们这个方法的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思想 然后呢 我们得到了这个FS和FTTierda 然后呢 我们简单表示 我们把FTTierda和FS呢 把它压缩 压缩成了一个这个一维的向量 这样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对于数值方向呢 比如说在同一个观测角度 他看到了两个人 其实在水平方向 其实只能看到前面那个人 后面的人就被遮挡了 所以呢 我们是对他进行了一个压缩 这样的话 同一个方向上看到的两个人 在这个FTTierda里呢 也会压缩成一个目标 这样呢 就是使得这个F得到了两个一维的向量 然后FTTierda 小FTTierda和这个小FS 然后呢 这个小FS应该是小FTTierda的一个 crop的一个字集 因为呢 Fs呢 它只是一个固定的观测角度下 一个确定的观察方向下的一个小范围的 一个实际观测的结果 而这个FT 小FTTierda呢 它是一个模拟的360度环绕的一个 展开的一个情形 所以呢 小FS是小FTTierda的一个子集 然后呢 我们拿FTT 作为 我们利用这两个异为向量呢 做一个卷积的操作 这是信号处理的一个卷积操作 然后每一个卷积呢 都可以对应一个观测方向 然后 这个卷积的结果呢 得到的是这个观测方向下两个 就是Fs和它对应的这个卷积位置的一个响应值 这个响应值 它最高的位置 也就是小FS和小FTTierda最像的一个位置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通过这个响应值来判断小FS位于小FTTierda的哪一个位置 进而得到一个观测方向 这就是卷积的结果得到RS 然后对RS和这个RGT就是给定的光数字观察方向进行一个ROS 然后呢 这是对于刚才说的这个全景展开是一个固定的位置 我们其实并不知道从哪个位置进行展开 然后我们便利所有的可能的位置 然后就会得到这个相机的一个定位 每个定位都会得到一个匹配的得分 得分最高的呢 得到是最终的一个定位结果 然后呢 至此呢 我们完成了这个前两个任务 就是相机的定位和相机观测角度的一个确定 然后并计算ROS进行回传 接下来第三部分呢 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通过前两部分得到一个确定的观察方向和观察位置 然后对这个展开图进行一个CROP 得到一个这个FT HEIGHT 然后这个大FS呢 就是直接把这个大FS放过来 然后呢 两个HEATMAP进行一个匹配 这每一个点之间的匹配呢 就是目标之间的一个匹配关系 这里我们还是利用这个空间分布来建立特征 刚才说过这个水平方向呢 是它的一个水平分布是可以直接做匹配的 然后数值方向呢 由于这个呃 在顶时视角下 它可以看到数值方向 它是一个错过分布的 是有深度关系的 但在水平方向下 我们当时是直接得到这个Bounding Box的终点 它是并没有一个这个深度关系在里面的 为此呢 我们呃 在这个数值方向下 我们要重新在这个测试角下 估计一下每个每个人的深度 这个深度估计方法有 比较多 可以直接采用一个深度估计算法 啊 也可以 嗯 利用这个 Bounding Box的高度 来估计它的深度 也可以利用Bounding Box 这个人角的这个位置 在数值方向上的一个位置 来去估计它的一个深度 这些我们都通过一些实验结果来看 至此呢 我们就完成了这个 呃 跨视角目标匹配网络一个GOS的设计 嗯 接下来在实验部分呢 我们首先建立了一个虚拟的数据集 为什么要建立虚拟的数据集呢 是呃 我们可以通过刚才介绍 发现这个互补视角 其实是很难进行呃 数据标注的 尤其是我们第二个人物 就是呃 相机的观测角度的估计 啊 这个在真实场景下 是非常难以测量和标注的 因此我们呃 只能建立一个虚拟数据 虚拟数据呢 在数据采集过程中是可控的 所有的相机位置 人的位置都是可控的 啊 啊 然后它也有非常丰富的这个 这个siting 然后 顺利数据集当然也可以生成 非常大规模 然后呢 它的标注是非常的丰富 几乎所有我们可以想到的 一些信息都可以获取 然后呢 也可以得到非常准确的这个标注 嗯 那接下来呢 就是实验结构部分 在实验结构部分 我们首先分析有前两个任务 就是相机的这个定位和观测角度的一个估计 啊 我们把相机的定位 嗯 这一幕成了一个这个 这个ranking的问题 就是ranking 啊 在顶视角下哪个相机 或者说哪个目标 是测试相机的佩戴者 啊 然后我们通过不同的这个 这个 横目桌标表示 就是不同的百分比下 然后确定这个正确率的得分 然后 嗯 不同的对比方法会成不同的曲线 然后计算AOC score 底下这个table 展示的是这个AOC score的值 然后后面呢 类似我们是给定不同的这个 呃 角度估计误差允许的范围 从0到π 然后计算不同的这个正确率 然后计算AOC score 呃 中间这个页呢 我们展现了 是一个真实 数据极下的一个定位结果 因为真实数据极下 这个相机的观测角度 是很难计算的 所以没有办法估计 但是相机的位置 还是可以估计的 我们可以看到 呃 我们的方法呢 相对于 呃一些其他的对比方法 是有比较大提升的 呃 不过其实其他对比方法也是 呃 间接的对比方法 我们这个问题 其实是没有一个 直接的对比方法的 然后在相容实验来看 我们发现 我们呃 其实去掉啊 这个direction goss 或者localization goss 就是去掉刚才讲的 相机定位的那个goss 和去掉呃 相机方向的goss呢 我们的方法其实还是 呃 有比较不错的精度的 这个也 也可以 呃 说明吧 这个我们的方法其实 并不依赖于 呃 这两个标注 呃 如果把direction loss和localization loss都去掉之后呢 我们就应该 呃 只剩下了这个跨视角目标 matching 的那个loss 也就是说只用matching loss我们的方法在另外两个 呃 任务上都可以有还不错的一个表现 呃 呃 跨视角目标关联的方法 还有一个深度 呃 一个渲滑力算法 进行目标匹配 呃 然后呢 我们还是可以发现 我们我们的方法 呃 比这些对比方法 有很明显的提升 呃 接下来的希望实验部分呢 我们发现 其实就是 只用水平的这个目标分布特征 得到结果比较好 但是只用数值 就是数值方向的目标分布特征呢 结果表现 嗯 没有那么好 这也是刚才说过 在数值方向由于这个深度估计 有一些误差存在 所以导致这个 嗯 结果相对差一些 呃 然后对于这个深度估计方法呢 我们采用了呃 现成的深度估计算法 包括底边也是脚的位置去估计 其实他们呃 是不如这个用bonding box的 这个高度的相反 呃 取反然后 得到结果更好的 呃 作为一个简单的总结吧 就是我们 这个 一个工作呢 我们是 呃 同时解决了三个问题 就是互补视角下 这个测试相机定位 呃 观测角度的估计 和这个跨视角 目标检测和关联 然后呢 我们呃 呃 我们就是提出了一个基于呃 深度 特征呃 基于空间分布特征的这个深度 网络 然后来建模这个问题 然后我们还收集了一个大规模的这个虚拟数据集 啊 并且已经公开 呃 接下来呢 那我们 介绍第二个工作 这个工作是 呃 初步版本发在Tripo AI 2020上 然后 呃 扩展版本 呃 发表在今年的这个这个Tipami上的一个工作 呃 它的一个核心思想 呃 或者说核心任务呢 是 实现这个互补视角下 那个多目标的 这个 关联和跟踪问题 呃 我们首先回顾一下这个MOT任务 MOT任务 首先它非常 重要 也研究非常多 然后呢 我们回过头来去思考 就是MOT问题 它的 目的是什么 或者说它最终需要输出的是什么呢 我们希望它输出的应该是 呃 在一段时间内 目标的一个轨迹 和它的一个 appearance 外观特征 但是呢 这有一个矛盾 就是对于传统的MOT任务 其实如果这个相机特别远的话呢 我们是可以得到一个比较清晰的轨迹的 但是呢 局部细节就会丢失 然后呢 如果距离过近的话呢 appearance 细节是比较完整的 但是呢 我们就很难看到一个大范围 一个长时间的一个轨迹运动情况 呃 因此呢 呃 因此呢 我们可以想象到就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护部视角 是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矛盾的 啊 我们可以用这个顶视相机呢 去记录它的一个全局非常 呃 clear的一个轨迹 然后利用这个测试或者说这个平视视角呢 去来观测这个目标的一个 介绍完问题描述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看具体的问题定义 这个实现跨视角度目标的观音跟踪 我们的方法主要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呢 我们将视频划分为固定长度的clip 也就是短的视频片段 在每个clip内呢 我们利用相应针目标检测的这个bounding box 的交并笔形成这个single view tracklet 就是单视角轨迹片段 呃 接下来第二步呢 我们对于相应两帧的clip 然后不同的view 我们建立这个single view tracklet 之间的这个观音关系 形成跨视角跨时间的cross view short trajectories 也就是呃 跨视角短时间的这个轨迹 第三步呢 我们将上述轨迹 呃 依据时间上的交叠进行缝合 形成cross view long trajectories 也就是这个跨视角的长轨迹 形成我们最终的跨视角多目标 观念跟踪结果 其中呢 第一步和第三步呢 是多目标跟踪常用的方法 呃 接下来呢 我们重点讲述的是第二步 也就是这个跨视角跨视与traclet的关联的问题 我们将上述跨视角跨视与traclet的关联问题呢 转化为多集合节点关联问题 具体来说呢 我们将两个view 两个clip下的这个traclet model成四个集合的节点 通过节点之间的边来确定关联关系 因为任意两个节点的连线呢 是无相的 我们不妨假设一个特定的方向 比如说这个顺视针的方向 我们用emn 表示节点m和节点n之间的边 其中呢 取之为0或者1呢 表示两个节点是否有关联 我们用cmn 表示emn的一个权重 也就是某两条边 某条边所连接的两个节点 之间的相似度 最后呢 我们增加了空节点 也就是这个图里的这个黑色的三角 用于呢 目标漏减的情况 也就是当目标遮挡 或走出视野 我们跟这个黑色的三角 也就是空节点相连呢 就说明在某一个视角 或者某一个时间下 这个目标是没有出现的 诗中的这个Di呢 表示Di个cluster 就是Di个集合中 进入空节点 或从空节点发出的边的树木之核 也就是这个cluster内 这个所有连接的空节点的树木之核 它是一个非复整数 在上述联合优化问题的基础上呢 我们还设立了三个约束条件 约束条件一呢 我们约束每个节点 只能在相邻的两个集合中 至多各自选择一个节点进行连接 约束二呢 我们要求来自四个集合的节点 形成一个闭环 也就是不同时刻 不同视角的同一个目标 所代表的节点呢 是闭环式连接的 约束三呢 我们要求每个集合 都有相同的K个节点被连接起来 包括这个黑色三角连接的这个空节点 我们通过上求解上述 带约束的这个混合整形 规划问题 得到跨视角、跨目标 跨视角、跨时间、多目标 关联跟踪的一个结果 接下来呢 我们重点考虑的就是 如何model节点之间的权重 也就是这个输入CMN 也就是不同Treklet之间的一个相似度 首先呢 我们介绍的是这个Special reasoning 也就是跨视角之间的 相似度的度量 跨视角之间相似度的度量 我们最主要采用的是空间分布的一个特征 这个空间分布特征呢 主要就是把刚才讲述的第一个工作的这个水平方向和数值方向 就是在测试视角下水平方向和数值方向的分布呢 给它分别model成了一个二维的这个特征 然后呢 分别得到顶视视角下和这个平视或者测试视角下的这个二维分布特征 然后作为一个空间特征 这个刚才在第一个工作已经比较详细的讲述了 嗯 我们另外呢 还采用了这个外观特征 虽然刚才说这个外观特征呢 它 嗯 在很多情况下 并没有特别好的效果 但是呢 我们作为一个补充特征 也作为了这个跨视角目标关联的一个特征 我们采用了一个SAMIS网络 嗯 一个经典的SAMIS网络的结构来去 嗯 估计这个跨视角目标 或者说跨视角Traglet之间的一个相似度 接下来呢 是 嗯 跨时间 就是这个单视角跨时间的这个相似度的度量 我们分别采用了目标外观一致性和运动一致性 首先呢 对于外观一致性 我们提取了目标区域的颜色直方图特征 并利用一个相似度度量方法来进行建模 接下来呢 对于运动特征 我们也是采用了经典的匀速直线运动模型 来model相邻时间片段Traglet之间的这个运动的一致性 啊 度量两个Traglet之间的相似度 然后在相似度度量 结果就是CMN之后呢 我们通过求解刚才的那个优化模型得到 呃 关联的这个结果 然后后面是一些 呃 如何利用关联结果 来得到 呃 全局的跨时间目标关联跟踪的结果的一个算法 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是实验部分 首先是sidesup环节 呃 第一个 在数据集方面呢 我们采集了一个全新的数据集 呃 因为这是一个新的任务 而现有的数据集并没有办法直接用于评估 呃 那同时呢 场景中的某个人呃 呃 佩戴一个GoPro相机 作为这个水平视角视频的拍摄来源 我们一共采集了15多的视频序列 呃 每个视频的长度在600到1200帧左右 呃 总计接近2万帧的这个视频 呃 我们采取了5个室外的场景 作为拍摄地 呃 视频的帧率是30fps 在此基础上呢 我们手工标注了人的bonding box和ID 呃 保证每个人在不同视角或者同一视角 不同时刻去具有相同的ID 呃 用于我们提出的跨视角 跨时间目标关联跟踪 呃这个任务的评估使用 接下来呢就是评估方法 呃 在 单视角视频方面 我们采取了经典的MOT的评估策略 包括IDPIDR IDFE MOTP和MOTH 呃 接下来呢我们的任务由于 具有这个跨视角目标关联的任务 所以我们提出了两个新的指标 呃 包括这个CV IDFE和CVMA 其中呢 CV IDFE 呃 类似这个IDFE 去通过计算跨视角目标的 呃 关联的精度和呃 呃 召回率 来计算 F1 CVMA呢 则是呃 借鉴了MOTA的策略 同时考虑了目标的漏减 呃 错减 然后 错匹配 呃三种情形 然后 实现了呃 一个综合的跨视角目标关联的评估指标 呃 接下来来看实验结果 我们对比了三个经典的呃 呃 MOT方法 包括JMMCP MTP 和DEMAND 三个方法 呃 第四行呢 是我们这个 工作的会议版本 最后一行呢 是期刊版本 呃 我们可以看到 在 单视角目标 跟踪任务上 其实 相差并不是特别大 呃 当然我们的方法也具有 一定的优越性 但是在 跨视角目标关联的任务上呢 我们的方法 呃 具有明显的这个优势 接下来呢 我们又单独评估了 呃 这个 各种算法呢 在两个视角下 呃 独立的 MOT 的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 在顶视视角下 其实我们的方法 的MOT 结果呢 表现并不是最好的 这是因为 在顶视视角下 MOT 方法 MOT 任务相对比较简单 然后 现有的MOT方法 已经表现得很好了 但是在这个水平视角下呢 我们的方法 表现要优于其他所有的对比方法 这是因为呢 在水平视角下 多目标跟踪任务 由于遮挡 出视野 等情形呢 会比较困难 但是我们的方法呢 通过借助顶视视角的一个全局观察 保持了ID的准确性 使得我们的方法呢 在水平视角下 取得了比对比方法 更优的跟踪结果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还会这个不同算法 跨视角目标匹配 真随这个呃 匹配结果 随这个视频 真的一个变化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 之前的方法 跨视角目标匹配 随帧数增加 下降的非常严重 这是因为一旦一个 视角下目标这个跟踪错误 ID发生变化呢 两个视角的匹配就会出现错误 而我们的方法在整个视频 综合考虑到跨视角目标的关联 因此呢 跨视角目标的这个关联结果 就是红色的这条线呢 它不会随着时间有明显的这个变化 在多目标跟踪任务呢 其实我们最期待的一个结果 就是我们后续真的ID呢 永远跟第一阵的ID保持一致 嗯 这个图里呢 我们画了两个视角下 然后那个随着视频帧数增加 目标的ID呢 与它初始给定的那个ID值的 保持一致的一个比例 我们可以发现在top视角下呢 随着视频帧数增加 之前的方法 大多数的ID都发生了变化 然后与初始ID不同 而我们的方法呢 还保持比较高的这个正确率 这是因为我们利用这个互补视角 进行多目标跟踪 在horizontal视角下 目标丢失又重新出现 可以根据top视角 进行重新的关联 然后找回它初始的这个ID 接下来呢 是消融实验部分 我们通过去消除 刚才我们提到的 跨视角和跨时间 目标关联的不同特征 包括跨视角里面的 appearance特征和special特征 还有跨时间的appearance特征 和motion特征呢 来观察去掉之后的结果 结果表示呢 各个特征在我们的任务上 都具有比较正面的作用吧 然后呢 其中呢 当我们去掉special特征的时候 我们发现这个 跨视角目标关联的任务 表现很差 这也说明 跨视角目标关联 里面这个special特征呢 是十分重要的 接下来呢 我们可视化的展示了 两个视频序列的代表帧 作为可视化的展示 上面两行展示了目标遮挡的情况 下面两行展示了目标出视野的情况 我们发现呢 目标在被长时间遮挡 或者出视野后重新出现 现有的多目标跟踪方法 往往将它们定义成一个新的目标 并赋予了新的ID 而我们的方法在目标被遮挡 或出视野后呢 由于这个top视角 保持了对目标的持续跟踪 所以重新出现时 根据多目标关联的结果呢 可以赋予目标原有的ID 保持了ID的连贯性 接下来呢 是一段视频来展示我们的可视化的结果 呃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方法呢 可以同时获取互补视角下 呃 每个目标的跟踪结果 在顶时视角下 我们可以以一个总感全局的效果 来获得目标的全局轨迹 在平时视角下 我们可以获取目标的呃 外观细节和一些运动情况 还有一些行为呃分析等等 接下来看另一个case 同样的在顶时视角下 我们可以获取长时间大范围的目标轨迹 平时视角下 可以随着相机的移动 来关注感兴趣的区域 呃 相同的目标呢 在跨视角下 也会具有同样的ID 呃 实现呃 呃 统一目标的这个关联和身份的统一 好 接下来呢 作为总结呃 呃 工作呢 工作呢 主要的呃 贡献或者说呃 工作主要体验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互补视角下 目标的呃 呃 协同跟踪的问题 呃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提出了一个联合优化策略 来获取呃 呃 时空欲上的目标关联结果 进而达到协同跟踪的效果 呃 这个工作的几个典型的应用吧 或者说是潜在的应用 呃 第一个呢 就是互补视角呃 视频的 同步问题 呃 所谓同步问题呢 就是把呃 时间轴上 两个视角拍摄的视频 进行时间轴上的统一和同步 呃 我们可以看到 互补视角视频同步 其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 因为前面提到两个视角视角的差异 是非常大的 导致呢 很少有呃 可利用的 用于对齐的这么一个特征 而我们的空间分布特征呢 是逐针进行的 我们可以计算 呃 基于空间分布特征的 这个对齐关系的 相似度的score 呃 然后呢 逐真的去进行一个 匹配 然后呢 对匹配分最高的 然后综合评分最高的一个 对齐结果 我们可以认为是 呃 达到了互补视角视频同步的这么一个效果 接下来呢 展示一个视频 是我们的 co-interest the person detection的任务 呃 这个co-interest the person detection呢 是指 联合感兴趣的目标的 对视角 来观察 呃 所有目标的这个视线方向 呃 来看他们具体在关注哪一个方向 或哪一个目标 然后呢 将他们的视线方向进行统一在顶视视角 呃 进而呢 可以实现一个 呃 多视角的一个融合 在顶视视角内呢 可以实现这个 共同关注目标的定位和它的一个轨迹跟踪 呃 我们这个 第二个case展示了 就是 一个 相机佩戴者 或者说是这个水平视角的一个拍摄者 啊 他作为这个co-interest person 本身 呃 的这样一个情况 好 最后一个 呃 application呢 是我们想到的 在自动驾驶领域的3D目标检测和跟踪 这也是最近非常 研究非常火的一个问题 呃 在在这个场景设定下呢 呃 通过一些点云采集的数 通过一些采集的点云数据 可以来虚拟的合成一个BEV视角 也就是这个鸟看视角 而鸟看视角和这个前视视角 而Gb相机采集的前视视角呢 是可以是需要进行一个统一的关联的 而我们提到的空间分布特征呢 恰恰也为这个 两个视角之间的目标的关联和匹配 提供了一个新的特征的呃 一个可能性吧 最后呢 我们来介绍的一个任务 我们称之为全景行为识别 这是发表在今年ECCV上的一个工作 呃 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 关于人的行为识别的呃 现有的一些工作 现有的行为识别任务呢 主要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叫Action Recognition 就是行为识别 第二个是Interaction Recognition 是交互行为识别 第三个是Group Activity Recognition 是群体行为识别 呃 第一个任务呢 是对于单个人的一些任务 呃 单个人的一些动作做一个识别 第二个呢 是两个人的交互动作做一个识别 呃 第三个群体行为识别呢 是对呃 整个场景所有人的一个整体行为 做一个呃 整体的识别 而我们发现呢 其实在呃 多人场景下 呃 我们有的时候不仅要 获得每个人的行为 或者交互行为 或者说社交行为 还要获取整个全局的一个行为 所以呢 我们把呃 对于多人场景多目标的 多人场景目标下的行为识别呢 进行了一个统一的定义 我们称之为 呃 全景行为识别 这个全景行为识别呢 要同时实现以下三个任务 第一个任务是 Instance Action Recognition 就是每个人单人的动作识别 第二个任务是 Social Group Activity Recognition 就是我们要实现这个社交群组的划分 划分成一个一个具有社交关系的群组 并识别这个群组下的一个社交行为 第三个是Global Activity Recognition 它是要实现全场景的一个整体的 啊 根据大多数人的行为实现一个整体的 呃 场景行为理解 对于这个任务呢 呃 我们 发现它跟之前的所有任务都不太一样 因为它呃 可以说是之前所有任务的一个 呃 统一的综合的一个版本 啊 为此呢 我们提出了一个Baseline的方法 也就是 现在所看到的 呃 这个Baseline方法呢 主要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呢 是这个Basic Graph的建立啊 我们先对场景中每一个呃 人的目标呢 利用CNN来提取一下它的特征 然后呢 我们建立了一个JCN网络 来去捕获目标和目标之间的一个关系 然后通过图网络的更新 呃 对每个人的目标特征进行了一下更新 得到一个这个F hat 然后我们将原始的特征F和GNN 之后的特征F hat 进行一个拼接 得到呃 每个人 的特征 这个人的特征呢 也就是第二阶段的节点特征 然后对于节点特征来看 我们把每个人建立起一个节点 之后呢 我们场景中的所有人都会形成一个统一的Graph 然后呢 我们采取了一个bottom to up的这么一个呃 呃 集联式或者说一个嵌套式的图网络结构 来建模我们这个问题 这个嵌套式的图网络结构呢 我们首先是利用这个场景中呃 场景中所有人之间的关系 对场景中的人进行一个group的划分 这个划分的依据呢 是利用图网络的呃 一个relation matrix 这个relation matrix是图网络呃 内部的那个呃 临界矩阵来计算得到 另外呢 我们还考虑了人和人之间的这个距离关系 得到了一个距离矩阵啊 用临界矩阵和距离矩阵相 嗯 组合得到一个关系矩阵 通过对关系矩阵的划分 得到了这个group的划分 然后呢 我们对于不同的group 比如说这个六人的group 或者说两人的甚至单人的 没有社交关系的单人的 都统统统一啊 建模为一个group 对于每一个group呢 我们做了一个呃节点的聚合啊 对于group的所有节点 聚合成一个group节点 也就是这个np 这个聚合的方式呢 我们称之为all in one的这么一个策略 嗯 然后呢到第二层呢 我们将得到的是这个group 这个group级别的这个图网络 节点和关系 接下来呢 嗯 我们把所有的这个group 级别的 呃 建模了这个单人的节点特征 然后多人的group特征 和这个全局的global节点特征 之后呢我们利用了一个这个呃 hop to down的一个feedback的策略 也就是把全局的节点特征 再反向传回到group特征 以及反向传回到这个呃 individual单人的这个特征 进行特征的拼接 然后拼接之后的特征呢 呃 加上最后的输出层 然后得到分别得到这个individual activity social activity和global activity 也就是我们这个呃 任务所要输出的呃 三个结果 然后为此呢我们建立了一个全新的数据集 叫做jrdbpar 嗯 par是我们的任务 jrdb呢是一个现有的数据集 它是用于呃 这个多人场景的一个目标检测 和目标跟踪的一个数据集 然后呃 值得一提的是呢 之前已在jrdb的记录上已经有一个新的数据集 啊也是发表在今年3pr上的jrdbct 它完成了场景中所有人的单体的动作的一个标注 我们继承了这个动作的标注 然后呢我们又手工标注了啊 我们新加入的social group activity 就是群体行为和global activity 就是全局的行为 然后通过啊这样一个新增的标注 嗯 获得了我们一个新的数据集 是jrdbpar数据集 在新的数据集上我们有三个评价指标 第一个评价指标和第三个评价指标 都和传统的任务相似啊 分别评估单体的动作呃 识别的precision recall和fe 对于第二个叫social group activity recognition呢 我们呃 定一个一些新的这个评估策略 因为social group activity的识别呢 需要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social group的划分的正确性 第二个是social group 呃 划分正确的基础上呢 它的这个动作类别分类的一个评估 所以呢我们分两步 呃对于每一个group detect 首先对于group detection任务来说呢 我们采取了这个half metric的这个策略 这是group划分的一个经典的方法 也就是我们的group member 我们的检测结果的group member 和ground truth group member 呃的IOU大于0.5的话 我们认为这个检测到的group 是一个正确的group 而对于正确检测的group呢 我们再进一步 考虑这个group的activity的类别 划分是否正确 得到了这个group activity recognition的评估结果 嗯 接下来呢 在这三大给呃 评估metrics的基础上 然后我们呃 跟现有方法进行一些对比 首先呢我们先对比了一些呃 现有的呃 呃我们对比的方法 包括这个呃 group activity regernation 就是群体行为识别的方法 还有一些现有的呃 呃动作定位和动作识别的一些经典的方法 嗯 首先上半部分呢 是直接对比的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方法在呃 在整体的这个overall的scal 上还是有一些提升的呃 呃 呃上面的方法呢 是可以同时直接获取呃 三位评价结果的呃 其中这个social group的划分呢 是因为这三种方法 呃内部 就是三种方法本身就会形成一个呃 这个目标之间的relation矩阵 我们通过relation矩阵 然后利用跟本文的方法相同的这个划分的呃 这个算法 然后得到这个social group的划分 以及social group的recognition的结果 对于底下的呃 大部分的方法呢 他是没有建模任何人之间 没有显示的建模任何人之间的这个group 呃人和人之间social group 划分的这么一个情况的 因此呢 在底下的评估中 我们加入了这个social group 的ground truth 啊作为输入 然后还得到啊 我们的三个评估结果 然后我的我们的方法呢 呃也加入了这个ground truth 作为公平的比较 可以看到在这个setting下啊 我们的方法也是 就是叫这个state of the art的方法上 还是有比较显著的提升的 嗯 接下来我们呃 做个骁容实验呢 验证呃每一部分的重要性 最后呢作为总结呃这个工作呢 首先提出了一个新的任务 我们称之为全景行为识别 他对于一个呃 多人场景同时实现了单人的动作识别 呃多人的社交群组行为识别 和全局的呃行为识别 对于该任务呢 我们提出了一个呃 分层级的嵌套式的图网络结构 可以呃多任务协同 并且有效的来表征上述的三个任务 呃我们通过不同层级的结果呢 呃准确的得到了三个任务的识别结果 然后最后呢呃 针对该任务 我们也建立了一个新的数据集 呃在现有的数据集的基础上 添加了新的标注 我们也将会把新的数据集和标注 以及我们的code公开给大家 呃欢迎关注 呃以上呢呃 呃我通过三个具体的任务 介绍了一下我们在互补视角 向其关联目标协同跟踪 以及全景行为识别的三个具体工作 呃接下来呢我们也呃 会继续针对大范围多视角 协同的呃目标感知和全场景多力度 的目标行为理解呢 展开呃进一步的深入的研究 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如果大家有任何想要交流的技术问题呢 欢迎在下方的交流去留言 呃之后呢呃我将会选择一些有问题 呃有意思的问题来进行解答 好再次感谢大家的聆听再见 谢谢